我是吳季昕 我們現在在台灣勞工會議室 說一下台灣大選的策略 因為現在已經是11月底了 大概過一個多月 我們就到2020年011大選 大選主要是很多小黨 所謂第三勢力參選 他們沒有總統候選人 那他們政見要怎麼辦 我試著提出來三個政見 第一個政見就是一百萬元 就進住食品的社會住宅 也就是單身漢 或者是還沒有夫妻 還沒有生孩子的伴侶 他們住進食品的社會住宅 是很好的 那如果是家庭的話 我們認為說 爸爸媽媽家孩子三個人的話 住進食品的房子是可以的 但這個社會住宅要規劃得很好 而且是最好是有電梯 大致上是月交五千塊 大概交個十幾年 這個房子就是等於是你一直可以住 住到往生為止 或者是交給自己的孩子繼續住 所以它建築必須要牢固 是百年樓一樣 但是可以談的東西很多 比如說你蓋六樓就好了 你的這個土地是不能賣 是公有地 所以這個建構 其實是跟建構這個 台灣這個高速公路一樣 所以18歲以上公民都可以來登記 第二個是社會卡 就是每人每月要消費兩萬塊 最基本消費額 就不管你是工人 農民 或者是學生 或者是你是小孩子 或是你是老年人 你都有社會卡的額度可以享用 但是額度不夠的話 就是要用稅收來補 比如說你一個月收入三萬 你應該要繳多少錢 你去滿足社會卡 社會卡的用處就是說 你十一住行 還有上學的費用都不缺 而且可以刺激台灣的消費 第三個就是台灣請中國派大使來 但基本上你是要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地區性的國家 要請中國派大使 但中國認為你不可以搞台獨 那要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問題不能卡在這邊 我們還是要請中國 現在是習近平當主席 看習近平你可不可以當台灣的這個 所謂的刑事領袖 就像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一樣 像澳洲名義上統治者是英國女皇 大家可能搞不清楚 紐西蘭也是 但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在台灣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解決 這個方式是需要人民有這樣的看法才行 不可以像國民黨民進黨這樣打混 不知道混到一邊要獨一邊要捅 不知道要幹什麼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主張 但是要三天翻盤 要選舉前三天翻盤是非常難 因為我們看香港運動其實它打了五個月 我們現在台灣大家還沒有人那麼衝 媒體也沒那麼衝說 要這個事情反送中一樣那麼急迫性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三天翻盤 可以想的辦法是非常多 但是香港反送中的方式有佔領車站 有佔領交通線 還有佔領大學 這些方式來表達他們反送中的立場 還有兩百萬人集會和平遊行 這個是每個禮拜六禮拜天每天上演 還有就跟警察一起丟汽油彈 但是台灣小黨沒有什麼本錢 媒體也不是你的 各大媒體全部沒有小黨的新聞 然後主要的現在包括連YouTube YouTube上面都是大黨的新聞 小黨新聞看不到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自己能夠 選前三天能見度 能夠讓大家看得到 當然你說跟318協議一樣 去佔領立法院 問你現在有多少人願意衝 舉行這個百萬人遊行 大家來台北市睡一個晚上 然後第二天大家來翻盤 但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帶什麼因素能夠讓一些 就是說真正台灣改革的力量能夠起得來 這是大家的問題 可以及時廣益一下 反正選舉還有一個多月 我們最後一個禮拜 最後三天能夠把盤衝起來 小黨就有機會上得了 大家可以講話講得很大聲 逼迫民党跟國民黨要同意這三大政策 我是吳濟昕 很高興從台灣勞工會議室發出的報導 謝謝